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前面我们已经把这个限量的微分给扶起了一遍 那从这堂课开始我们开始讲限量的积分 那这个在微积分的部分课程里面就要多变了微积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最简单的积分 那我们一开始这个最开始学的积分 微积分里面 我们基本上是从一个点A积到另外一个点B 沿着某一个方向 从A积到B 那基本上就是沿着一个竖轴 我们会说它就是从一个点积到另外一个点 那当我们把这个微积分扩充到一个多位空间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空间有二位空间 三位空间甚至更高位的空间 以后我们会讲到N位空间的情况 那我们在多位空间里面 同样我们把一个点从一个点A积到另外一个点B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有可能沿着一条直线积过去 但也有可能不沿着一条直线积过去 对吧 因为我们在空间里面我们可能有各种形状的线 我们可以沿着曲线积过去 甚至我可以沿着一个很奇怪的路径积过去 反正从A点到B点你可以画出无穷多种这个路径 那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积分 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 我们在高位空间中定义一个积分 它不像在E位空间中定义 我们只有给出旗帜点和终点就可以了 我们除了旗帜点和终点以外 必须给出你的具体的路径 那这个我们叫做Path 就是Path of the integration 我们通常用C来表示 也就是我们给出一个路径 那我们管这个路径给一个符号叫做C 也就是C代表着我这个路径 当然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有不同路径的话 我们有C1,C2,C3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路径 它们的起点和终点虽然定死了 但是这个即使起点和终点定死了 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路径 原则上有无穷多种路径 那怎么样描述这个路径 那首先我们要给一个参数化 我们叫做Parameter Precision 那这个参数化就是我们把C 给一个确定的公式来描述起来 那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点 那我们如果想指三维空间 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用一个向量来表示 那这个向量 就可以表示成三个分量 那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参数标的T 那我们在T等于 某一个数值 比如叫T初始的时候 那么我的数值就是A 那当我们的T等于T Final的时候 那我们就回到最后一个点B 那所以当我们T从初始的数值到Final的数值 从TI跑到TF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向量就会从我们的A点 开始通过一个路径跑到B点 那这个路径就是我们要看的路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不同的路径 我们是有不同的参数化的 也就是这些方程 这些T的函数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基本的看一下 如果对一个简单的路径 我们怎样把它参数化 比如我们看最简单的一个路径 我们从00这个点到11这个点好了 我们把它画粗一点 我们要来看这个路径 那它从00这个点到11这个点 那这个我们怎样把它参数化 那这个最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最简单的参数化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RT 它变成T T0 然后我们的T是属于0到1 OK 这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 当我们T等于0的时候 它就在000这个位置 那T等于1的时候 它在110这个位置 也就是当我们的T从0跑到1 那我们这条曲线就会从00这个点 跑到11这个点 沿着一条直线过去 所以我们这是要很简单的参数化 很简单的曲线 然后把它参数化 当然我们会说 参数化的方式并不唯一 也就是对同样一个曲线 可能对不同的同学 可能会不同的参数化 比如我还可以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同样一条曲线 从00点到11点 沿着一条直线过去 这么一条简单的线段 我就是不喜欢用TT0 那你可以用什么 我喜欢用的复杂一点 我用sinT 1减去cosT0 然后我让我的T属于0到2分之π 大家可以看到 当T等于0的时候 sinT等于0 那cosT等于1 1减cosT也等于0 那T等于2分之π的时候 sinT等于1了 那1减cosT就也是1 因为cos2分之π等于0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参数化也同样描述同一条曲线 换句话说 我们对同一条曲线 可能有不同的参数化 那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遇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当我们做 这个积分的时候 沿着某一条曲线做积分的时候 是和它的参数化有相关的 那到底如果 我用不同的参数化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OK好 那有了这个积分路径以后 我们就开始可以定义真正的积分了 那首先我们因为沿着是一条曲线做积分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Line Integral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种 这个向量积分 所以The Line Integral of a Vector Function 也就是Function是一个Vector 沿着某条曲线C做积分 那么就可以把它写成 F R dot D R 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其实写成这个样子 并不明显 因为我们原来 以前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写成F X D X 这是我们标准的这个积分的含义 那现在我们只是把所有的东西量 都变成一个向量了 只是照着原来的这个公式 把它变成向量 但是你必须告诉什么意思 比如什么叫做D R 原来D X我是知道 这是一个极限 极限值 当X我们先把它分成很多很多分 D X让它很小的时候 就得到D X了 那D R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到底怎么分 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说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路径 来定义一个 标准的怎么样计算 这个线积分的方式 那我们的方式就是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R 实际上是个T的函数 换句话说 我们的C 可以用R T 作为参数 来把这个曲线给描述出来 把这个路径给描述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函数 带回到我这个方程里面去 那我的F 所谓的FR 实际上就是说 把RT带进去 那这个现在就变得很清楚了 这个就是一个T的函数 对吧 也就是F 这个是R的函数 但R是T的函数 所以现在是个T的函数 DOT上DR 那DR是什么东西 我们说DR DR就会等于R'DT 对吧 因为我们对DR 所以DR就是对R 对T求导 那就会得到R'DT 所以我们DOT上R'还是一个向量 它也是T的函数 所以我乘上DT 所以我们会看到 当我们把参数化带进去的时候 我们原来这个标准形式的向量积分 就可以显示右边这个形式 那右边这个形式很好 右边这个形式大家会发现 前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T的函数 不管你怎么样 它只是一个函数而已 两个向量点成 还是一个scalar的function 非常简单 那它的积分现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什么向量了 而就是一个标准的DT 那T就是我们的参数 那我们如果知道 T从Tinitial到Tfinal Ti到Tf的时候 我们走过这个路径的话 那这个积分实际上就是现在 变成一个标准的普通的 这个一维的原来的最标准一次的积分 也就是我们对一个T的函数做积分 那这个T从Ti积到Tf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路径的事情 就是沿着一条直线积过去 从Ti积到Tf 因为它是一维积分 对吧 已经没有向量的积分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通过参数化 把一个高维空间中的 沿着一条线的曲线积分 变成了一个简单的 这个沿着某一个 一维方向的一个积分 那这个积分是我们以前 大家都知道的积分 所以那下面我讨论 讨论一个问题 就刚才说了 参数化并不是唯一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积分 是沿着某一个 曲线做积分 而我们这个方式 是要把这个曲线先参数化 才可以定义凡这个积分 怎么计算 那到底这个参数化 是怎么参数化 我们刚才讲了 对不同的人 可能选择不同的参数化 即使你是同一条曲线 那现在问题就是 你不同曲线 对于同一个曲线 不同的参数化 你计算出结果是一样的吗 那这个并不简单 但是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定理告诉我们 叫做 reparameterization independent 那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 参数化的不相关定理 也就是你对我任何一个曲线 你取不同的两个参数化 我用这种方式做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参数化不贵 那有这个定理以后 那我们就放心了 也就是 我真正做一个计算的时候 我可能得到 给我的只是一条曲线而已 那我不同的同学 不同的人 可能会用到不同的参数化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最后这个 积分到底有多困难 取决你的参数化 你的参数化如果简单 这个积分可能很容易积出来 你参数化如果变得非常复杂 可能这个积分也变得非常复杂 也不容易积 也就是这个积分的结果 能不能积出来 或者后面 这个有多困难 多容易 是取决你的参数化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可以找到一个参数化 把它做出来就行 不管用什么参数化 不管你积的困难也好 这个简单也好 有了参数化可能根本积不出来 但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能积出来 你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定理高错 OK好 那我们已经定义了什么叫 这个在一个空间中的曲线积分 那我们来做一个例题 看怎么样来计算这个积分 那这个compute the line integral of f r 这个f r很简单 就是zxy 它的x分量 就是r的z分量 它的y分量就是r的x分量 它的z分量就是x的y分量 就是颠倒了一下顺序而已 是一个很简单的想量 on the helix 那helix我们知道是一个螺旋线 那这个螺旋线的参数表示 就是长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前面也见过 举个例题 那这个t是从0到2π 也就是我们并不是 我们helix可以一直绕上去 但我们并不一直绕上去 我们只是基0到2π 基一起圈而已 所以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做这个积分 那么首先 我们把我们的定义写出来 我们这个积分要做的就是 沿着这个c f r这个向量 倒上dr 这是我们的定义 那我们前面也知道了 一旦我们知道参数化 我们可以把这个定义 用参数写成参数积分 也就是从 a-b-f r-t的函数 倒上f'-t的函数 dt 可以形成这个样子 那对于我们这道题来讲 我们的a就是0 b就是2π 这边已经给出来了 我们的t的参数的范围 那我们的f就是zxy 那现在我们看zxy是什么东西 z我们r已经给出来了 是这个函数 对吧 所以我们的z就是3t x就是cost y就是3t 那它dot上r的导数 r的导数就是这个导数 cos导数是 sin导数是cos 那最后导数是3dt OK 那这个简单的点乘 大家都会乘 乘出来以后就会变成 负3t sin t 再加上cos 平方t 再加上 3倍 sin t 1t 所以我们把原来这个向量积分 这个线积分 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标准的普通的积分 那这个普通积分有三项 那每一项大家应该都会积 我就直接把结果写出来了 那这个第一项积分是6pi 第二项积分是pi 第三项积分是0 所以我们的最后的结果就是7pi 通过这个例题 大家应该对这个线积分有了一定的了解 OK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如果给定了一个点A 给定了一个点B 那我们从A到B的积分 我们前面说了 你给我一条曲线 C 我就可以做一个积分 那这个积分做法就是 我们先把它这个参数化 那我们参数化的方式有不止一种 可我们前面讲过了 你不管用什么样的参数化 我从A到B的积分 沿着这条曲线 做出来的结果都一样 那现在我们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前面讲 从A到B的积分 就是沿着某一条曲线 那我还可以沿着 其他的曲线做积分 我们管这叫CE也好 管这叫CR也好 我们才说了 我们可以沿着各种 这个crazy的曲线做积分 C3 那这些沿不同曲线的积分 原则上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讲过 这个很显然 如果一样就比较奇怪了 一般来讲应该是不一样的 但是 有一些情况 它就是一样的 也就是某一些情况 我们叫做 Path Independent 所谓的Path Independent 不是前面的参数 Independent 这是路径Independent 也就是你给了我 A点和B点以后 我这个积分 从AG到B 是和中间的路径无关的 那这个叫做Path Independent 那这个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并不是对所有的积分都如定无关的 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是如定无关的 那这个定理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我这个积分是Path Independent 定理告诉我们 Line Integral 这是F.dr Is path Independent In D If and owning if 这是一个重要条件 F equal to F's grid 那这个符号我们知道 这个符号就是一个 一个Scalar Function的Grid 那它 它当然会得到一个Vector Function 那这个定理告诉我们 如果我这个积分里面的Vector Function 可以写成一个Scalar Function的Grid的情况下 那我这个积分实际上和路径都没有关系 也就是从 你只要告诉我A点和B点 这个起始点和终点 你这个积分沿着任何一个路径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做一个稍微简单的证明 因为这个看起来并没那么 没那么trivial 没那么简单 我们看我们的积分是 F R 到底R 做这个积分 那当然根据我们的条件 我们现在的F 就是可以写成 Dert F 到底R 平成这个样子 对吧 因为我们的F可以写成F The Graded 那我们把这个定义给写开 什么叫做F The Graded F The Graded 这是C C这个方向 F The Graded的意思就是 偏F 偏X 这是我的X方向 偏F 偏Y 这是我的Y方向 偏F 偏Z 这是一个向量 那我们后面这个DR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DX DX DY DZ 这是一个向量 那这两个向量的点乘 我们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向量的点乘就是 XDX加上偏F偏Y DY 加上偏F 偏Z DZ 那这个大家应该看出来了 这个不是别的 这个就是F的权威分 叫做DF 那一个东西的权威分 再积分 当然就是它自己 这个没有什么 所以一个任何东西的权威分 再积分 就是它自己 那这个根据我们微积分里面学过的这个定理 如果一个函数存在原函数 也就是我可以把它积分 积出来 那么最后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等于 F B 减去 F A 就是在我们积分学的基本定理 牛顿莱布尼斯定理 这告诉我们的 如果一个函数 你可以把它原函数找出来 也就是你可以把它的不定积分做出来 那最后这个积分的结果就等于 F B 减去 F A 也就是这个函数在最终点和最起始点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简单的计算 简单的证明 可以看到 这个定理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积分里面的向量 F 可以写成另外一个scaler的gradient 那我们这个积分就会变成一个全积分 那这个全积分就可以被简单的积出来 它只和我们这个积分路径的起始点和终点有关 而和中间的这个路径没有关系 当然这是一类非常特殊的积分 我们再次强调 并不是对所有的积分都会有路径无关 一般的积分都是和路径有关的 但是当你的F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一个很特殊的向量场的时候 我们的积分数也路径无关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道例题 那这道例题告诉我们 Compute the lie integral of F 是一个向量场 那这个向量场比刚才那道题稍微复杂一点 From A 012 to the B 1-17 OK 这告诉我们 我们从一个点A G到另外一个点B 可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路径 所以实际上 我们这个 从题目来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和路径无关的 不然你不告诉我路径 我是没有办法积的 对吧 因为通常来讲 不同的路径 G帅结果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只告诉我起点和终点 那当然这个题目就意味着 你让我积 它就隐含着条件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与路径无关的 那当然与路径无关 条件就是 我的F可以写成Derta小F 我可以找到一个Skiller Field 那这个Skiller Field的Gradient 就会等于我的这个向量场F 那这个 通常来讲 没有太系统的方法 那这个大概就是 你要能看出来才行 也就是 这个你要通 看这个 通过你这个向量的熟悉 你看这个向量场 你要能猜也好 你怎么算也好 你可以把这个小F得到 这个是个评天赋了 你如果这个够聪明 够smart 你就可以一下去看出来 那如果不够的话 你就去试一试 这个猜一猜 看看怎么样得到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直接把结果给大家 这个最后的结果是 如果我的F 取称F的三次方 加上Y的平方Z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看到 我的F 的规定的F 就会等于F 那这个大家自己直接一计算 就可以得到很简单 好 那有了这个以后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这个积分确实与路径是无关的 那我们可以作为这个积分 那与路径无关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积分 这个路径无关的积分 它实际上结果就是小F 在最终点减去小F 在A点 那小F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对于在这个最后一个点 我们就是所谓的F1-17减去F012 那F已经有了 我们直接把它带进去 结果就是等于6 这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得到了 这道例题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F可以写成一个 scaler function的gradient 那我们这个 就可以把它给 用 这种圆寒数的方式给计算 而这个计算是路径无关的 OK好 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 什么是路径无关 刚才我们刚刚看到了 如果这个F可以写成F的gradient 那它和路径无关 可是有的时候 我刚才讲了 怎么样把一个F一个向量程 写成另外一个scaler field的gradient 这个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也就是可能你够聪明 你就看出来了 那我就是看不出来怎么办 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数学上的方式来判断 这个积分是路径无关的 那我们也是有的 那这是另外一个定理告诉我们 怎么样判断一个积分是路径无关 那就告诉我们 A lie integral is path independent if d in d if and only if 那这个也是一个冲药条件 f的loop integral equal to zero 那这个告诉我们 f沿着任何一个loop 这个并没有告诉我们沿着哪个loop 对吧 并没有告诉我一个具体的 这个所谓的loop就是一个闭合曲线 并没有告诉我们沿着哪个闭合曲线 这只告诉我们 意思就是沿着任何的闭合曲线 也就是你假如这个圆圈闭合起来的曲线做积分 我就要等于零 如果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了 那我们就可以说 这件事大家会说 这件事有点困难 本来你要看这一个积分是不是pass ind 这个路径无关的 结果你要告诉我 你沿着任何曲线的积分都是路径无关的 这个不是把事情弄得更麻烦了吗 实际上以后我们会慢慢会知道 在一个闭合曲线上的积分 通常来讲比一条线段上的积分要简单的多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定理 各种各样的拓扑学几何学的知识告诉我们 在一个闭合曲线上的积分通常会更简单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闭合曲线的积分是不是零 通常会相对容易的 也就是这个定理能告诉我们 如果你假设你可以判断 这个积分沿着所有曲面上的闭合曲线 通通都等于零 那么这个积分就是路径无关的 那当然这个就很好证明 比如说我们还是从A点到B点 那我们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 一个路径叫做A 一个路径叫做B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路径沿着路径A 如果我们减去沿着路径B 会等于什么东西 那这个实际上当然根据我们 就是就是你既然沿着路径A积过去 然后这个是沿着B路径积过去 那你现在减去A就相当于沿着B的路径积回来 那我们就会变成实际上是A这个路径 减去B这个路径 FDR就会变成这么个积分 也就是我们沿着A路径积过去 然后沿着B路径积回来 那从这边我们就看到 你从A点沿着A路径积过去 再从B点沿着B路径积回来 实际上就是一个闭合曲线 也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闭合曲线 沿着一个路径上的积分 那根据定理条件告诉我们 如果这个等于零 那当然得到这两件事就是相当 也就是你沿着A路径和沿着B路径的积分是相当的 那我们A路径和B路径并没有限定到底是什么路径 我们随便画点了它任意路径 所以这告诉我们 如果这两个路径上的积分相当 那么我们沿着这个曲线上的积分也相当 如果你沿着这个B和曲线上的积分是等于零的 那我们沿着这两个路径就相当的 所以我们这个定理可以看出来可以证明出来 OK好 那我们这个部分主要讲了这几个内容 我们首先定义了什么叫做一个pass 也就是我们要想定义在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个积分 那我们现在主要是三维空间里的积分 我们必须定义我的积分路径是什么 现在我们的积分路径不一定从某个点 A点到B点 不一定是一条直线了 它可以是任意一些奇怪的路径 对吧 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这个沿着哪一条曲线做积分 那这个就叫做积分路径 那么又讲了这个积分路径 我们要把它描述出来 需要用参数化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 是一个向量场 那这个向量场可以用一个参数t作为参数 当我们的t等于ti的时候 它就会等于a 当我们t等于tf的时候 也最后的点它就会等于b 所以我们当我们的t从ti跑到tf的时候 我们这个向量场就会从空间中的a点跑到b点 沿着某一条特定的曲线 那这条曲线就是由这个t参数化出来的一个曲线 那有这个积分路径以后 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的线积分 也就是我们沿着这个曲线的向量场做一个积分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的r就简单的替换成我们的参数化的r 那么dr就可以写成我们的r'乘上dt 那变成这个样子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对于一个t的积分 沿着t从这个a积到b的积分 那当然这个积分就就是我们最普通的标准积分 我们就回击了 那我们后面又特别强调了两个这个定理 第一个告诉我们是 这个给我一个路径以后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参数化方式 有这个参数化方式可能有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人可能选择不同的方式 但是我的积分结果是不取决于我参数化的 所以我们是independent of the parameterization 那另外我们还说 如果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 比如我们的f等于一个scattered gradient 或者我一个积分f在任何的b和曲线上等于0 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的积分连路径也不依赖 也就是我们可以取不同的路径 c1,c2,c3 最后的结果永远是得到最 只和起始的点a和终点b相关 然后路径是不关的 这个叫pass integral 那么前面这个参数 这个独立性 是和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任何参数之间全都是与参数无关的 但是路径无关是有条件的 你必须在home这个条件下才有 对于一般的f是没有路径无关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